快為金鐘50按讚 天天送5000 還有機會玩彩金搖搖的抽6萬大獎 成績男子在書店裡東張西望 稱沒人注意 把紙條丟到女生的包包裡頭 她也用同樣的手法 搭上一名在電信業工作的 紅姓正妹 紅姓女子既姓回對方是誰 男子回姓自稱小帥帥 還問正妹年齡跟基本資料 正妹拒絕回答 卻被成績男子罵了一頓 事後正妹把過程PO到網路上 還公布成績男子寫的字條 跟電子郵件內容 結果被成績男子發現 提告公然侮辱 雖然紅姓女子獲判無罪 但對方不死心 再提民事訴訟 結果法官認為 紅姓女子公開成績男子的書信內容 侵害到她的著作權 判紅姓女子需要賠償1萬1千元 不少民眾聽到法官的判決 都覺得不可思議 但是法院回應 紅姓女子上網 披露包包被丟搭訕製條 並不需要公布兩個人信件的全部內容 紅姓女子的做法 已經侵害到成績男子的著作權 因此才會被判賠 因為她寫了很多 例如有一些是多元保障 或是什麼性別歧視 這方面的構思 也許法官覺得說 她這部分是滿有想法的 有點保障太寬的感覺 我其實老實說 我個人也是有這個感覺 明明被罵 上網公布內容 竟然還要挨告賠錢 法官判決讓紅姓女子無法接受 她說當時只是希望 不要再有其他女孩受害 才會在網路發文提醒 沒想到會誤踩著作權法的紅線 紅姓女子說 會跟律師討論 在考慮是否繼續上訴 為志祺討回公道 記者陳勝義高雄報導 請多視職 你 當然 不要